《楚桥传》作为近五年甚至十年的古装经典 自2017年热播之后 时至今日依旧是引领潮流的博尔之选 观众们对于第一部的认可以及第二部的等待 也是一年又一年 如今《楚桥传》第一部已经收惯将近六年时间 在这即将到来的六周年之际 竟然意外出现了第二部启动的消息 一时间可谓是热度登顶 《楚桥传》二六月开启 双蓝主领先回归 新女主人选意外 近日有消息出现 《楚桥传》二将会在今年六月正式提上启动的日程 并且还借助六周年狠狠宣传了一波 除此之外 作为主演的五大人选也相继得到了公布 首先 我们先来看看回归的演员名单 众所周知 《楚桥传》系列是一部大女主的作品 因此在男主的戏份上并不是很突出 而在第二部中 男二燕巡的戏份更是翻倍增加 类似于大女主双男主的设定 而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消息来看 在这部即将启动的《楚桥传》二中 作为双男主宇文月 燕巡的人选已经暂定 将继续由林更新 豆霄领先出演 对于林更新与豆霄的回归 观众们自是十分欣喜 毕竟大家等了这么久 等到就是原班人马的回归 只可惜 也就是只是这两位而已 在《楚桥传》第一部收尾的时候 原纯这个角色的戏份已经展现得差不多了 虽然在第二部中还有不少镜头 不过已经不再是主角 因此作为昔日原班的李沁 并未继续回归 面对李沁的缺席 根据相关消息爆料 将会由王毅飞接替出演这个角色 王毅飞虽然人气不高 不过近几年的发展却很是不错 而且还有着出色的颜值和演技 有他加盟也算是无可厚非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人气演员将会加盟这部《楚桥传2》的拍摄 他就是近几年新进的人气小生邓薇 据悉登维将会在《楚桥传2》中出演萧策一角 不知观众们是否支持呢 赵丽颖缺席 新女主人选意外 在以上四位主演名单公布之后 最引人瞩目的 也是最令人遗憾的 可能就是女主的人选了 众所周知 赵丽颖出演的《楚桥》堪称经典 可是她的回顾却几乎为零 否则也不会耽搁这么久 对于她的缺席 想必是最令观众们遗憾的了 不过 作为新女主的人选 也给了大家很多惊喜 据悉 在这部即将启动的《楚桥传2》中 女主楚桥一角将由人气女星谭松韵接替出演 作为内于近几年公认的一线演员 谭松韵无论是颜值 演技还是人气 流量都极佳 而且 她自出道之后 香气主演的作品已经不下三十余部 堪称经典的便有十部之多 绝对称得上是影视剧中的领军女主了 此次 有她加盟这部《楚桥传2》 也算是一种补偿了吧 赵丽颖作为一名古装大女主剧发展的一位人气女星 自与霍剑华携手花千古开启先河之后 在《楚桥传》中和林更新的合作更是直接登顶 至此也将这部系列作品推向了近十年公认的经典高度 在《楚桥传》之后的这六年时间里 虽然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古装Eat Guy编剧 大女主类型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 可是却始终没有能与之媲美的一部 属实令人遗憾 也正是因为如此 观众们才越来越期待这部《楚桥传》的第二部 因为能超越第一部的 恐怕也只有原班人马重塑的《楚桥传2》了 好在 经过多年的等待 它终于来了 《楚桥传2》初夏开启 三人回归一人缺席 罗云熙 陈都林加盟 近日有消息出现 《楚桥传2》被爆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末投入启动 并且还暂定了一众主演的人选 其中包括三位主演的回归 一位主演的缺席 以及新加入的两位演员名单 赵丽颖携手林更新强势回归 说起《楚桥传2》 首要的便是作为男女主的人选问题了 这也是该剧耽搁这么多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 好在此次等到了原班主演的回归 济熙 在有关《楚桥传2》的相关消息中 作为领衔大女主的赵丽颖和男主林更新 平均被爆出在回归主演的名单之列 一时间可谓是热度登顶 要知道 在观众们的心中 赵丽颖和林更新可就是楚桥和宇文岳本人样 但凡换作别人 可能大家都不会买账 只有他们本人回归 才能得到认可和支持 逗肖回归 李沁缺席 除了赵丽颖和林更新之外 还有一位主演也出现在了回归名单之列 他就是饰演燕巡的斗肖 虽然近几年斗肖的影视剧发展不是很可观 不过对于燕巡一角的诠释 他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此次 楚桥传2开启在即 他能与男女主一同回归 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不过 只可惜作为女二人纯的饰演者李沁一汉缺席了 究其原因 恐怕是因为在第二部中这个角色的戏份太少了 罗云熙 陈都林强势加盟 以上已经说了回归主演和缺席者的名单 接下来便是新加入的演员了 其中一位便是接替李沁出演员蠢的陈都林 陈都林作为童心出道的一位女星 影视剧生涯丝毫不输李沁 只是近几年才逐渐火了起来 尤其是在我们的当打之年以及长月季名热播之后 她的人气可以说是水涨船高 此次 陈都林营女二的身份加盟楚桥传二 既是对其人气的认可 也是其影视剧之路发展上的又一次机遇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除此之外 这部即将启动的楚桥传二 还邀请到了另一位人气男星的加盟 他就是90后戏一代小生的领军者罗云熙 罗云熙自出道之后相继主演了不少古装作品 其中单就堪称爆款的 便有香蜜沉沉 静如霜 白发 月上众火 长月季名等不下十部 此次 罗云熙强势加盟这部楚桥传二 可以说是提供了又一层的支持和保障 而对于饰演角色 他将是第二部中萧策一角的新人选 也算是完美贴合了 那么 作为观众们的大家 是否支持此次的演员选举呢